人家不听你的话 在灶上洗碗 你说人家不听话 人家出去玩 听你的 你说去哪就去哪 你说人家没主张 你说人家要怎样 不听你的话 你说不乖 听你的话 又说没主张 你一方面要求一个男人听话 一方面又讨厌他的幼稚 但是一个幼稚的男人 才会听你的话 你觉得你是不是矛盾 你当初找他的时候 不就是喜欢他听话吗 你不就是喜欢他的幼稚吗 没主张吗 所以他才能够 对你千一百顺吗 如今结了婚了 你开始嫌弃这些东西 你不可能幼儿马而跑 幼儿马而不吃草 一方面要别人乖 一方面又不愿意教他成长 这就像男人的那些 无理的要求 什么要上得厅堂 入得厨房 又要能干 又要长得漂亮 你又要一个男人成熟 又要他听你的话 那怎么可以呢 你觉得你贪不贪心 我们在婚前 可以当一个理想主义者 当婚后 一定要做一个务实主义者 你首先得接受 你找的男人 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 男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